法身佛本字如如 在整理完之后 给卢台长审稿的时候 卢台长慈悲众生 说还是给大家看看吧 让所有学佛的人都能够理解 如果小房子不好好念 是什么后果 希望一次文章 能够让大家更加明理 更加珍惜我们敬爱的卢台长 在此可注销原稿 以供大家学习 现在地府的情况有一些变化 很多人念小房子 只要是烧掉的 如果你没有好好念 已经开始都加醉了 这个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如果你马马虎虎乱念烧下去 第一骗鬼 第二骗管鬼的地府里的神 第三骗活着的人 第四骗天上的菩萨 因为经文是来自于菩萨的 你们想想看 罪念大不大 如果谁不好好念小房子 随随便便烧掉 师父告诉你们 就是犯罪了 如果不好好念 尤其是助念团的 师父告诉你 人就像一个火鬼 因为下面任何一个鬼可以找他 为什么 因为他犯罪了 他虽然在阳间没犯罪 但是他犯的是阴间里的罪 又犯了天条 这是大事情 不要开玩笑 谁再敢乱念小房子 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师父就不知道 以后他是否能够上天了 大家好好想一想 师父现在法身厉害 功力很强 基本上 你只要是好好念经的人 一求师父 师父可以给他解答问题的 但是 师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 讲这些东西 因为毕竟还是伤神的 你们要记住 法身还是靠法力的 如果这个人的法身很强的话 实际上说明 这个人的法力无边 在人间的法力 也要有赖于 你吃五穀杂粮的身体 也是要身体好 师父的身体很重要 因为身体越好 法力越大 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 师父身体不好 那你说 怎么有法力啊 大家都在灵界里找师父 但是 师父本人的真灵 天上是有的 下面 也有名字 但是 真灵最多的灵 还是在人间 所以 希望你们要珍惜师父 不要老让师父生气 把师父当作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也看不出来的人 实际上 他是最傻的人 所以你们自己 在学佛当中 还是在做傻人 还不如老老实实地 说话 做事 不要去隐瞒 不要去骗人 你们徒弟 也是这样 本来想隐瞒一下 不要让师父生气 可是你被师父看出来之后 师父还是生气 所以做人 还是要实实在在 今天给大家讲 法身 要如如不动 法身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我们在法界 法身要如如不动 就是不要动 就是如来如去 就是说 我的身体 跟来的时候一样 去的时候 也是这样 实际上 讲的是 人身体上的灵性 灵性来到这个身体上 过去是什么样 等走的时候 还是什么样 那就是一个好人啊 因为来的时候 他是很纯洁 很纯朴的 他走的时候 也是很纯洁 很纯朴的 那这个人 就是来去自由 他就不可能想到 他会下地狱 或者到天上 他就是 很正常的 像如来一样 有来有去 亦无所来 亦无所去 无来无去 就是说 我没有感觉到我来 也没有感觉到我走了 没有来 也没有去 一切如如 一切都是一样的 你把世界上的东西 都看得平淡一点 你就是如来 如来是什么 没有啊 没有进来 也没有出去 什么都无所谓了 如果忽利忽图的来 忽利忽图的去 那就是 我们人 而菩萨 一来一去 没有感觉来 也没有感觉去 横在常住 不便意 就是说 你常住在人间 你也是这个样子 短暂地住在人间 你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人 就是有修为了 这个人来的时候 是菩萨 他去的时候 也会是菩萨 比如说 师父今天 到人间来救你们 从上面下来的 如果师父像那些 浮夸子弟一样 不好好修 师父可能今天 就不会有这个功能 可能就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师父的福德就用完了 师父到现在 还在检点自己 检讨自己 虽然师父三岁 开始叩头求佛 但师父觉得 如果自己年轻的时候 再早点念经 懂得修心 可能这个电台会办得更早 可能救人会救得更多 师父是在不断地 忏悔自己的过去 师父四十八岁 才开始这么做 人家说 已经挺好了 但是 师父觉得 还是晚了 所以说 学佛人 要有智慧 要时刻 检讨自己 不要去有任何变化 其实我们做人 就是要这样 做人就是 不要经常变化 因为经常变化的人 就是言而无信啊 人家不愿意 跟你交朋友的 像师父这样 从天上下来 到人间来时 肯定许了大愿 我到人间 我要救所有的 有缘众生 普度众生 但是下来之后 师父要 横在常住 不便易 师父才能够 回到天上去 如果师父下来了 贪财 贪明 贪力 你说说看 那还能回去吗 一定要记住啊 有一位听众 找了一个 特异功能的人 专门去查 师父在天上的果位 结果 还查出来了 说师父是 观世音菩萨的 在天上的 一位很大的徒弟 那么从佛法上来讲 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徒弟呢 实际上 可以说没有 也可以说有 你们如果看过电视剧 观世音菩萨 看过的人 讲一讲 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徒弟 有 我们可以都是 他的弟子 也可以说 我们都是 佛的弟子 因为观世音菩萨 就是佛 凡是成愿再来的 大菩萨 要看他的行为 看他天天 是不是在往上 他救的人 是不是越来越多 他的法 是不是越来越明亮 接受的人 是不是越来越多 是不是效果越来越好 有这几点 其他的 就不要讲了 要记住 做任何事情 用心做 功德就大 如果不用心 绝对没功德 上次放生 开车三个多小时 很多人一想 这么远 结果 鱼一放 就没事了 这样一想 一点功德都没有 一点杂念都不要 我就是去救人的 我就是去放生的 我今天维持秩序 把老人家搀扶到车上 所有的都有功德 那多好啊 如果把这次活动 再报纸一灯 又怎么样呢 师父把总理的信 拿在手上 如果总理下来了 废纸一张 又怎么样呢 名利在黄眼之间 怎么留得住啊 我们天天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不知道 岁月催人老啊 看看镜子 能让自己 永远不生皱纹吗 你的年龄 能够永远这样吗 没有的事情啊 只有你的心 可以永远不老 永远可以干净 永远可以纯洁 你的心干净 开心 你的心如花一样 永远是开的 你才永远不会老 所以 法身佛本自如如 法身本身 就是一个佛 你们每个人的身体 就是一个佛的身体 但是 你们爱护吗 你们拿你们的身体 去做很多坏事 你们知道吗 小的坏事 比如偷吃人家的东西 菩萨会做这种动作吗 因为你的肉体 就是佛菩萨的肉体 因为你的心的本性 就是佛菩萨 那你用你的手 做出来的动作 是佛菩萨吗 你做出来 任何肮脏的动作 比如偷 拿 骂 打 你就离菩萨越来越远 离佛越来越远 佛菩萨 怎么会在你身上呢 很多人在电台里 问师父 台长啊 菩萨在不在我身上 实际上 他们问的这个话很可怜 菩萨只会给 干净的心灵和身体加持 很多人问台长 他家里有没有菩萨来过 实际上 菩萨来 并不是到你家里的佛像里面 而是他在天上 他只要一关心你 看一看你 师父就能够知道 来过没来 实际上 菩萨用理念 就可以保护你 帮助你 就像你们一样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但是 他们的理念 一直保护着你们 等到你们一有困难的时候 他们马上会对你们 采取帮助的态度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所以菩萨 怎么可能 天天跟你住在一起啊 就到你家一个 小佛台上面 菩萨要吃你供的水果吗 是你的心供在上面啊 供果供的是你的心 花就是因果 为什么开花啊 结果啊 因为你种出去好的东西 你的花会越开越盛 如果家里气场好的花 铁树都会开花啊 家里倒霉的人 再好的花全部卸掉 花植物也有生命啊 要好好地想一想 人种的任何因 都会有果的 你们徒弟 要是想骗菩萨 或者骗师父 以后一定会有果的 就连你自己家里的人 你种下这个不好的因 你也一定会有果的 你们要智德圆满 一个人单单有智慧 没有道德 这个不叫圆满 有些人有德 狂做功德 但是不开智慧 也算圆满吗 智慧和德都要圆满 你看看 我们小时候 叫德智体三方面 全面发展 当时对德智体 不能用佛法 理解得这么深 其实智 不是智商 机智 以为德 是要有道德 职业道德 其实学佛后 可以知道 周辩法界 要用你的智慧 和你的德性的圆满 来遍布法界 要超私量 就是说 你要超过 你的智慧的分量 比如说 我们平时看一件事情 哇 店面八点钟就开了 这是平时的私量 如果你超私量的话 这个店主八点钟 会不会迟到啊 万一迟到了 今天有嘉宾来 怎么办呢 我应该去把钥匙拿过来 或者跟他打个电话 让他明天准时过来 那你的这个智慧 就超过了 你原来思维的良度了 要超私量 但不是要你们用在 人间赚钱上 而是要你们用在 救人 度人 便法界 便法界 用在我家 担心 我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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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担心 我 担心 你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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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